台法中華親衛起電共生電源操作非科政 現在最新的發展是 中華管政戶找不到記者的理由 對此有寬佈局就來支出 對今年3月到9月 已經聯絡對台法作出 28次這個保障跟體驗的行政作為 不過對台法報日來的文件來看 目前找不到理由來記者發電源非科 也就是說這個環保團體這幾個月的打拼 真有可能是白了工 全家站出來 火車站頭前的政策訴求 全家人站出來 管政戶公頂的頂前抗議 這年所有動作都是要來做 台法起電共生電源操作非科政的發言 雖然中華環保局連續對台法作出 28次保障跟體驗的行政作為 最後在到的答案 竟然是找不到計劃的理由 目前我們沒有看到它可以作為不與核發 許可展聯的相關的一個證據 就這法令授權可以不允許准言的這些要件 我們沒有在相關的行政審查程序裡面 去發現的這些要件 就因為環保管護罪要是會發起科給台法 甚至於律師是冠軍和日光保團體 發起聽管護計劃適可政的行列 計劃排法許可政 因為江湖市政府它也是一個違法行政 那也是 當然相對的它也非常關心的國保健康 那所以依照不管是這個公屋法或是相關的 就是條例的一個規定 我們今天特別來提供一些馬瑞翔的支援 在現在要申請展研的這個階段 重新再去理由看過去環境污染影響說明書裡面 它所承諾的這些事項 跟現在它申請展研工廠生產的現況是不是相符合 那如果說這些條件都相符合的話 當然我們不能要求政府機關說你一定要讓它沒有辦法運作 所以我沒有辦法生產 要關廠 但是不能在沒有任何審查 沒有經過嚴謹的程序的情況之下 然後就說這個沒有問題我就讓你審查 環保局長重點 後禮拜也會請身材攝作做身材問題的客人 再去找看是不是有其他相關發揮的規定 之前最後的身材 那是待會一切都符合法令 強調的真壞是無法讓操作電源適可 對阿俊來什麼女士兩句話才很莫得 法律上者一個支持的依據 謝謝